各位朋友 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态度 是越来越不客气了 可以说是打脸都不隔夜 因为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 派出了两艘破船 我说形容他那个 所谓的那个雷达的那个指挥舱 那上面那个雷达装置 就跟那个寡妇家门前 那个晒衣服的那破杆子一样 那破破烂烂的 你看这个解放军的舰艇 现在哪还有那种那个烂杆子呀 那全都是模块化的 这个淡化加的那个雷达了 是吧 派两艘破船 穿越了台湾海峡 结果呢 中国政府10月21号就宣布 将于当地时间10月22号 上午9点到下午1点 在福建福州市平潭县的牛山岛沿海 展开实弹射击的演习 并禁止所有的船舶 进入相关的海域 这一公告 恰是美加军舰刚刚穿过台湾海峡 引发了这个中国政府的强烈的反应 打脸都不格意 各位 这次呢 福建平潭海事局在宣布进行 实弹射击活动时呢 公布了四个连接点的精维度 禁止一切船舶驶入这一连线的区域 牛山岛是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岛最接近之处 这回不仅是封锁越来越近了 实弹射击也越来越近了 台湾媒体上报说 牛山岛与新竹市的渔港相距只有119公里 这不蛮远的吗 一发火箭弹的距离 联合报报道说 牛山岛与台北市的直线距离 约165公里 那也是火箭弹的命 你就别操那个导弹的心了 岛上设有牛山岛灯塔 是进出台湾海峡船舶的重要的标志之一 上星期 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实施的 联合力舰2024B围台演习 使用了创纪录的153架战机 以及多艘军舰及海警船的编队 这个台湾方面呢 引发了说可能从演习转为实战的这种担忧 不久前 在美国在台的理事会的主席 叫做墨剑的一位 在解放军演习后 接受了美国之轮的采访时说 他并不认为 中国觉得他已经准备好 对台湾使用武力了 我不认为已经准备好了 还有一点点时间来为中国可能的军事行动 做准备 2027嘛 令人害怕的部分是 这个我完全没有概念习近平在想什么 他要干什么 我现在呢 这个 搞不清 搞不准了 是吧 这个墨剑认为啊 他们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工作 就是为了那一天 那意思 玩这些也没两年了 没两年了啊 而且台湾的一些学者都说 中国 解放军现在从封锁演习转向了实战了 现在啊 你看都在离台湾最近的岛进行实战演习了 好吧 中国现在是打脸都不隔夜了 来一次 我就勒一次 是吧 那盼着美国和盟国的那些军舰 是吧 多去两回呗 多去两回炮弹就打到了台湾本脑了 是不是 好吧 这是一个事啊 咱们再看看一个当一个这个个体或者是一个国家在运气昌龙的时候 那可以说是啊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关公在背后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谁也别跟他作对 因为他正在运头上呢 是吧 美国的电子战飞机坠毁了 那位说台湾海峡啊 让中国的电子战给干下去了 咱的咱不是那个老残说评说的 我说的是这个电子战飞机坠毁是在华盛顿啊 华盛顿啊 是这样呢 美国海军20号透过了声明表示 一架EA-18G咆哮者电子战战机在15号例行飞行训练期间坠毁 事发后派出了搜救小组巡人 机上的两名飞行员身亡 这就有点诡异了各位啊 的确有点诡异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的战机那都是有这个弹射逃生装置的 即便是战机快坠毁到地面上了 即便是在地面上的时候 大家也都看过那种弹射的视频 是吧 飞行员弹出来了 火箭嘛 那因为他那个座椅底下有火箭嘛 冲出去以后然后的升高个几十米 然后降落伞打开 为什么美国电子战的战机 连两个飞行员都弹射逃生都逃不了了呢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是美国的这些军备这个反正是用品吧 啊 这些设备吧 他的这种维修保养的水平 你就知道了 弹射逃生装置都失灵了 美联社海军时报报道 逝世飞机隶属于美国海军第130电子战攻击中队 事发15号当天在华盛顿州的雷尼尔山以东坠毁 搜救行动随即展开到了17号 美国太平洋舰队电子攻击战的指挥官啊 说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安全迅速的找到失踪人员 两天还没找到人呢 家属等到心碎的消息 海军证实两名飞行员殉职 这个130电子战攻击中队的指挥官表示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 公开失去两人的消息 现阶段首要的任务是 照顾殉职飞行员的家属 感谢为了安全救回飞行员持续进行的团队合作 你说这玩意儿还没到了这个中国周边的 在美国本土就坠毁了电子战的战机 好吧 咱们再看看这个你敢信吗 因为美式民主啊 它都是一种拉胯的趋势 对吧 你更别说学美式民主的台湾呢 台湾更加抽象 你知道吗 台湾的防务部门啊 就是情报部门 这个可以说是 这叫 这个大乌龙 把这个所有的台湾的情报机构的人员名单 给放到网上了 你敢信吗 情报系统一锅端 这这没没救 那怎么救啊 连美国都没救 你比更别提台湾了 这怎么回事到底啊 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的防务部门 叫做政治风济办公室 日前的办理所属人员的财产申报时出现了重大疏失 将该部门内所有的必须申报财产的人员名册 及个人的申报资料通过电子邮件 传送给申报人以及各军种所属单位 报道称 申报资料从上校以上的所有将官 以及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等个人资料全部流出 更为严重的是 所有的情报人员的个人资料及真名全数外流 台湾的防务部门获悉后已经紧急回收 并进行损害管控 这起重大的个人资料外泄的疏失 发生在上周 中时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表述称 台湾的防务部门的正风市 正进行所有负责财务和采购人员 上校军权以上的所有军官 以及部门负责人的财产申报 因此陆续将申报资料传给个人 在传输资料的过程中 承办人员勿将记载所有人员财产资料名册的档案 当成附件一并发送给申报人 以及各军种的承报人员 不少人收到该份资料后 看到从部门负责人以下所有的重要的将校的个人资料 并立刻向上反映 报道称 更严重的是台湾情报局人员的身份资料 属于顶级的机密 因此在单位内外全部使用化名 但是该份名册罗列了台湾情报机构 所有的申报人员的真实姓名 等同让极机密的情报员的身份曝光 恐造成极度严重的人身危害 台湾的防务部员称 本案将2024年度应申报人的名册 内部的电子公文系统 然后呢 这个全部 全得 全这个把这些机密资料啊 等于说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员 收到了这份台湾的顶级机密的名册 相当部分的人 这就等于说是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也有了呗 那登岛的时候就照着这份名册来肃清 间谍特务抓人不就完了吗 你敢信吗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